Let's go to the paradise 我以前只有聽到過說 銅鑼灣變成江濤灣 那今天好像西門町變成了江濤町 香港人氣男團MIRROR成員江濤 不只能唱能跳又能演 七日現身臺灣為主演的電影宣傳 所到之處擠滿大批江濤 展現超高人氣 纏到鵝鑽皮了 還有哪一次需要補畫面嗎 好 來自前方攝影機 久違來到臺灣 江濤也不忘要品嘗在地美食 吃東西那當然 一定會吃東西 對… 還沒想好 但是有幾個類型的 比如說像牛肉麵 火鍋那些 可能都會有機會的話 就會去嘗試看看 那剛剛有講到江濤有講到想念台灣的美食 然後現在目前收集到幾樣了 那個… 那個筍 我們昨天 冷筍 我們昨天吃了那個冷筍沙拉 他覺得很好吃 有他今天訪問一整天有說 想要吃那個地瓜球 加美粉 對我們有推薦他加美粉 把一些在地小吃推薦給他 就靠醇藥了吧 醇藥有主持過那個 對… 因為愛玉冰很好吃 希望可以在江濤裡吃 好… 對… 謝謝… 其實江濤曾在2020年 來台拍攝校園電視劇 超感應學員 當時和同劇演員 蔡凡希 劉翼兒等人 在劇中組成六小福 這回一抵台 他就在Instagram上 和夥伴們喊話 六人這次也特別 全員到齊合體吃飯 展現好交情 昨天有跟那個六小福見面嗎 他們有沒有表示 烈兒抱起床 欸… 有啦… 其實有空大家都會去看 好朋友 哇… 我想想看喔 香港好像沒這個傳統 這樣 希望… 對對… 就會… 出更多… 會… 今年會多出一點歌的 好… 江濤身為羅志祥的謎弟 受訪時也透露 從小就聽小豬的歌長大 每一首歌都會跳 其實江濤早在八月 在香港舉辦個人演唱會時 就邀了小豬擔任特別嘉賓 兩人在台上尬舞 把氣氛炒到最高點 更讓江濤開心直呼 圓夢了 休息一下 如果我羞恨ῳ了 像是不是你的 我是連下的毒 不是煩神拷樊我的態度 不是開玩笑我的態度 不是開玩笑我的態度 啊… 多愛 gar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